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青年委员会正式成立 由罗豪任创会会长、王爱玲、齐伯文、王博宇任执行会长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青年委员会在阿亨布拉市举办成立大会 美华联青年委员会的成立获得了美华联侨领的支持与鼓励 美华联荣誉主席张素九、美华联主席郭颂 美华联监事长林连连担任青年委员会的总顾问 洛杉基中领馆乔务领事晚接仪也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祝贺 那么大量的青年融入我们这些社团 无疑是给我们美华联大家庭增加新鲜血液 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那么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就是在于培养年轻人 培养青年一代更多的了解乔社 更多的为社团服务 罗豪会上表示成立青年委员会 是为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提供一个互学互帮 共享共赢的交流合作平台 致力于提升领导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促进中华文化传播 增进中美青年之间的交流和友谊 我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呢 我们要发扬华人华侨爱国爱乡的这样一个光荣的传统 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去了解更多的去了解中国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我们做好中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三个方面呢 我们是希望青年一代能够融入美国的本土生活 然后能够为美国的华人华侨积极地参政、议政 去争取更多的华人华侨的权益 成立大会上还举办成长论坛 由监事长林连连做了组织演讲 它是围绕着人的成才、成长、成功和成就来讲的 所以我呢 其实是提出了人才成长的一个概念理论框架 就是由一个根本问题两大流派构成的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洛产机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